好,开始第二套流程 换第二套服装 最后一关,川中岛宿命战 把武器又改了一下 改名为红口 就是千信送炎,信玄回礼的那把刀 也叫禁炎之太刀 当时被认为是来国行的作品 据现代考究应该是背前一文字派的工作 在上山景盛御首选351中列于前27号 因此可以断定是上山签信的所有物 虽然上山家台帐里写的是武田信虎所赠 但是以当时的情况来看 信虎没理由跟上山家有友好来往 这把刀目前被收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 本来想把这个用在下路线的 后来想想用信玄送的刀杀信玄终究不太合适 所以还是用在这一关吧 既然是信玄送的 就把它改成偏武田式的感觉 武田的代表属性是红莲 那我也改成红莲 信玄和千信C1 唯一有点相似的就是火和凤凰 所以我也换成凤凰式身 人员配置就不看了 这个流程币要拿武级武器 条件如下 第一点是要完成击破海京城的小山田信茂任务 第二点是完成击破福布伴藏防卫本镇的任务 第三点要完成击破真田幸村防卫海京城的任务 第四点是单骑突入武田本镇的任务 要在任务开始一分钟内完成 只要完成这些就能打出来了 最后那个一分钟实现不是刚好一分钟 我测试的时候大概一分零五秒也能打出 但一分十二秒的时候就不行了 不过时间挺宽裕的 走着去都来得及 好了开始战斗 下把不再 photographers 三人十分钟 正善二人十二度 三人十一代 七人十二啊 这次走海经城路线 所以就要往这边走了 走海经城要击破的就是小山前信茂 要注意完成这个任务之前 可不得要击破了真前幸村 不然的话你就会找到一个任务 而且这个任务还是直接关系 把王冲出击武器的任务 红人属性就是好任务 太均催了 很悲惨 这个任务 还能不能够再攻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該要回去走本陣 这次离伴藏就比较近 比较好完成 这次任务任务是 这次离伴藏就已经成了 然后就是八番元的这样子就不断了 这次离伴藏就不断了 这次离伴藏就不断了 再去完成另外一个任务 这个击破真心幸福村 防卫海经城的任务 成功方式就不用多说了 失败的条件就是上山景圣败走 但是到了这一步 上山景圣其实是很难败走的 我曾经试过晾在他这儿 不管要等了等了很长时间 他才会败的 比起八番元路线的那个 能够坚持 这次离伴藏就不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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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继续儿 可以打死嗎 這個上槍是用上基本不用擔心他敗的 他當中很強的時間 最高不止了 阿赫蘭的下面的不強堅持 他們時間就超過了 不太大 不太大 敵将打取了 啊 我擔心 yer法國男女士 啊 我 leurもこの記錄するのだ 本当に上位書母 宿敵 これで同だ 様の策全て見切った 现在就得拿5级武器 都差一个条件了 3 4 これ Geoff 这是 6 6 很多领勢 快 15 15 15 19 19 计語 ует 有 引腸 打 Hope 追 遅れは取得 追 去吧 這個樣子還是蠻緊張的 敵将冲撞了 敵将冲撰撞 cualquierли 敵将冲撞 冲撞並 敵将冲撞 能不能被打下来 如果能被打下来的话 我还会为解散马 他打开了 那就是马尔的速战是利用的事 虽然没马也肯定能完成 但是有马的攻击是 效率会高一些了 没来得及 算了 不管怎么说 虽然把鞋上给他做个标记之后 免得消失 对着 对着 事前方的 相像着 当然 在眼前 会 上颇 无意 事前方的 好 好 好 啊 我們 這是 很爽 很棒 有 我只要去追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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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該五天上賴 就算了 答案 啊 啊 啊 阿桑人福建还有个五天信念 把他之火再加上那个剧点 也打了之后 就可以去完成这个任务 然后去突入本阵 拋出后 把他吸引了 把他吸引了 放在他的赤区里 我门关门 我来带他 谢谢你 只要一刀撤到这个地点就行了 好了 全军反転 射到竹田本军 这个任务只要在任务开始之后一分钟内到达就肯定能拿到 根据我的测试是一分零五秒也拿到了 但是一分十二秒是真的不行 出封部队出现了在海经城的那个据点 出尾时候出封了 出尾手 好 这就是五级武器的 扑送部队和武器枪 敌人的还差两个巨点和两个敌将 按顺序轻着 按顺序轻轻轻 敌将 打ち取った お見事な腕前でございますな 敌人的失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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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 我看你很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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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红莲就是清风的 敵将冲撞了 三十六匹逃避免的名言 这就是拿五级武器的流程 这就是他五级武器的固定数字版本 从能力上就可以看出来真的是一无是处 就算割本段里也是够烂的 因为是CG结局 换服装是没有效果的 就不劳烦各位再看一遍了 然后这一关也没有不同台词的分支 但是有一个敌将 袁昌印他还没出来过 所以在后面再补上一个他出场的画面 要让袁昌印出现必须走八番原路线 然后在防卫善光寺的任务中不去完成 等山善昌警击破敌将监续 让这个任务失败 这样善光寺就会被攻陷 那么到时候在出现武田军增援事件之后 袁昌印就会出现 那么我们在这里再走一 武田军的增援快到了 由于之前有个任务失败了 所以就不会有机会查九山五天圣外的任务 但你看到这个增援部队就是了 所以看到这里 这就是袁昌印 他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出现 就算是很多完成了全任务的那些个玩家 也很少有人知道 这个袁昌印在这一关会出现 因为他这个任务失败 也不会关系到别的任务 所以这一点就很少有人知道 那么本期就到这里 下一期是上山牵信之章的下路线最终关 我们下期再见